六十六,太陽報 公義和現實 2015年5月9日 Good Columns II 有錢有權的人早已在社會得到很多,但他們仍想得到更多 既得利益者不惜稀壓平民來鞏固既得利益 他們自然討厭爭取公義的民眾,為了擴闊貧富懸殊 既得利益者以種種手法稀壓反抗的人 極權國家會令某些人消失,被消失的原因和方法甚多 暫且不談,時代進步令科症不敢科得太過分 就用金錢收買支持者,同時以金錢懲罰抗爭者 希望大學生別再以粗口表達意見,以免影響前途 如果說粗口有用,我樂意陪大家一起講 但那是毫無用處的,社會又社會的遊戲規則 大家最好將聰明才智和勇氣用在有用的地方 這種想法並非公利,而是生命有限,別做太多徒勞無功的事 影響自己和愛護你們的人 家境富裕的大學生感到有責任站出來的話 請站在前線,爭取公義無後顧之憂 這政府淺讀大學的學生,要是父母沒有能力代為還債 不如完成家庭責任以後,才兼負社會責任 如果無法回報父母養育之恩,只管高限自由平等公義 那種正義也不過是另一種自私 世上有許多種方法改善社會 不妨由改善家庭經濟環境開始 然後在自己的行業表現出色 再改善行業待遇 繼而將自己懂得的教導別人 抗爭者的資本預大 既得利益者與會讓步 此事故不變的現實